節目開始上菜囉 你越不喜歡聽什麼 他就越要講什麼給你聽 因為這些人就是 有些癌症還是會有傳染的發生性 我們都一直認為癌症不會傳染的 沒有 幾種癌 因為它跟病毒感染是有關係 但是不會說 比如說他有 今天來碰我就有 不太一樣 不會說林鄉 我被傳染子宮頸癌了 其實會 我也有 其實會 鼻炎癌會 所以有三種癌 一個是 是會傳染的癌症 玉琳哥是適合的 因為在男生打出了防菜花 第二個 玉琳哥的罩門 肛門癌是可以預防的 所以對你是有幫助的 還有男性的龜頭癌 口炎癌 這幾個是可以有效改善減少的 十一點熱炒點 健康到會炒 大病小病都不用怕 這個大家都有的經驗 是 我們身邊都有討厭鬼 都有不祥置物 對 一開口就 鳥怒我們 真的 就是很 就是那種很不會講話的人 而且他 你越不喜歡聽什麼 他就越要講什麼給你聽 對 為什麼這樣的主題 偏偏旁邊又一堆醫生呢 因為這些人就是 不是 真的 不會社交友的時候 可能是一種病 因為他沒有同理心 所以這種人真的有的時候會 他不只是惹怒你 他就是把你扯下來 扯你後腿 無聊當有趣 對 潘若迪就是這種人 我指名道姓 你幹嘛要 幹嘛要這樣子講 太強 沒有 他 你們兩個感情很好 所以你可以這樣子講 他是這樣 他就是經常會開一些 我認為不當的玩笑 你說平常節目上 哈啦哈啦就算了 那個正式的場合 我們跟長官見面 他也是能講 我們大概就說 敬你 長官希望來年多照顧 對 講一些好聽的話 潘若迪就在旁邊說 韻哥 你不要再跟人家喝了 他不是扯後腿是什麼 人家長官就嘴角在抖 你知道嗎 對 失守 可是因為你沒有感情好 他可以這樣講 你就會原諒他 我沒有原諒他 我期到現在還在講 可是你自己在節目上講說 你料料分岔這個事情 那是節目啊 對 那是正確 你要看場合 對 今天我們要來好好的探討 到底有哪一些社交的行為 讓人家真的非常的不喜歡 甚至惹人眼好不好 歡迎我們今天的來賓 趙哥 又欣 咪咪 佳玟 來 我們陣容堅強的專業醫師們 心理諮商師 海苔熊 好 我們權威嘉義科醫師 陳柏城 陳醫師 地表最強庫廠科 陳寶仁 陳醫師 大家好 那當然還有我們的小護士 林霞 哈囉 我是你們的 小護士 林霞 來 到底哪些行為 會讓大家這麼討厭呢 來 第一個就是 討厭死了 專門唱反調 有 我就有遇過這樣子 他不只要反駁你 他還要踐踏你 反駁兼踐踏 對 他就想要貶低你之後 提高自己的身分 地位 那種感覺 然後像我們 我有一次生日的時候 因為我們有時候社交場合 就是會有一群朋友 比如我們這一群朋友 常常喝下午茶的時候 就是會出來 那我雖然不是說 很喜歡這一位朋友 但是因為大家都是一群 挖的 那當然他要加入 是一定OK的 那我那一次生日的時候 我們通常在許願的時候 不是會有三個願望嗎 好 唱完生日快樂歌很開心 好 這時候我就許願 我說我希望第一個願望 通常都是 希望在座的都能夠身體健康 平安 賺大錢 對 一般就講這個 大部分都是這樣子 這時候這一位女生 她就突然間在旁邊這樣 怎麼每次都一樣 每個人的生日願望 第一個都是這樣 這樣子講 空氣突然安靜 我 那她在旁邊這樣 然後蠟燭呢 呼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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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靈異故事好不好 然後那時候我就 鬼吹燈 不是 然後後來我就是白了她一眼 但是因為我不要破壞現場的氣氛 我就先 我就繼續許第二個願望 那第二個願望 我就當然是給家人 我就說 我希望我老公的門診量 能夠穩定中求發展 能夠日漸增長 然後大家當然就很開心 但是她就突然忍不防了 又一句說 那你的意思是說 你希望每個人都生病了 詛咒大家死了 大家才要去看病 大家都胃潰瘍 大家都膽結實 是不是 都得肝炎 對 然後她就這樣子講 我就整個傻眼 我就不知道怎麼辦的時候 她就說 我教你 你第二個願望應該許的就是說 希望我所有的人都是健健康康的 不要生病 最好 她就這樣 一種話很奇怪 妳老公就喝西北風了 對 妳考了一遍 妳考了一遍 然後後來第三個願望 我們通常不是都要擺在心裡 才會實現嗎對不對 那我要許之前 我也是先講說 第三個願望 我就放在我的心裡了 然後接下來 我就在許願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 我正在求子的階段 我準備要去做事館音樂的時候 她突然間馬上又講說 大家都知道 你的願望第三個 一定就是要去求小孩 你想要生小孩 但是我告訴你 你在求小孩的時候 你不要講說男的 女的 你如果說點名是男的 女的 性別的話 你就是那一個人 你要男 她就給你 你要女 她就給你男 你說男女都好 她就給你中間的 亂講 然後當下那時候 我就真的是很生氣 我就罵她 我說 我這樣講完之後 她竟然還有辦法反駁 她說 拜託 你還信這個 現在都什麼世紀 什麼年代的 好煩 她這種 我在想這種人 會不會是一種嫉妒心 類似的狀況 我們以前剛跑通告的時候 講故事 然後旁邊 你只要跟她坐在一起 那一集 都沒好事就對了 我們講故事就投入 然後講得栩栩如生 不好笑也要裝得很好笑 我們在那邊講 眉飛色舞 她的旁邊低聲地講 麥克風拿很遠 不要再講了 好難笑 不行 收視率一直掉 別講了 真的假的 有人這樣子 有 我知道她在講誰 對 誰 誰 那個 因為今年也出了一些事 我們就不落井下 很好知道 冷冷的一直 她那個不是開玩笑 是很冷 不要再說 她一般都用台語 不要再說 很難笑 不好笑 搞得我們挫敗感好強 這個很奇怪 你要怎麼好好講故事 我們那時候講故事 本來就不太有自信心了 她在旁邊一直在那邊碎唸 我們就越講越慌 越講越慌 路萬元之輪的時候 雲哥章 是男的還是女的 男的 男的也有這種現象 你們都知道 我們兩個剛剛猜到了 我們就我們猜到了 對 應該你們都猜到了 因為大家共同的傷口 所以等一下跟我講 我也想知道 來 保仁醫師 剛剛那個又欣的朋友 他是得了什麼病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症狀 這種通常是 它其實不是故意的 結果門診病人非常多樣化 那我分享一下 有一種 這種看起來是討人厭的 反駁你 有一種是不自主的反駁你 其實我對 我現在門診 更年期的病人很多 更年期的女性 是一種非常充滿智慧 還有自我主張的人 也就是說 求生欲好強喔 好會講話 跟妳聊天好愉快喔 好會講話 反駁你 也就是說 他講的話 他都認為他是對的 不能反駁 而且是他從真心來講 我就常舉一個例子 我印象好深刻 然後 這邊有一個更年期 五十幾歲 因為不舒服來 他說 陳醫師 我是不是更年期 我說 從年齡上應該是 確定嗎 我說 妳月經多久沒來 三年了 在定義裡面 一年以上沒來就是更年期 可是 你知道嗎 誰誰誰 等等人 也會有重情 好 那溝通一下 總是有一些疑慮 我說 那妳現在停經 有沒有什麼不舒服 有 我很多不舒服 熱潮紅 情緒不好 看我老公怎麼樣看都不順眼 這叫妳典型 非常典型 那當然我 我要了解她的個性就是 妳看妳老公不順眼多久 開始 他說 那就是妳們的命格的問題 這個更年期 他來看診 他來夾雜私人情緒 我們要了解他的家庭狀況 他就想講 對 然後他這種情形 接下來我就說 那妳接下來可能 還是建議 用一點荷爾蒙補充會比較好 可是我網路都看過 陳醫師 我來看上妳 看妳的門診 其實我都查了資料 人家說更年期補荷爾蒙 乳癌會增加 我說妳很認真有念書 可是 乳癌吃到第四年 一萬個才多八個 有 陳醫師 我有看過這個資料 可是一萬個 還是多了八個 對 他說 我一輩子 我爸爸幫我算過命 其實我不會有那麼幸運 我說 照妳這個邏輯 妳搭飛機 妳說 請人家會飛機試試 難道妳不搭飛機嗎 他很認真地跟我說 陳醫師 沒錯 那我就講說 好 那妳不搭飛機 那 那 那妳 妳難道不去玩 妳不搭火車嗎 因為那時候剛好火車 那陣子火車有失事嘛 泰鱼哥 東部 對 他說火車 我也不搭 那 那妳要去哪裡玩 所以他不太去外線試 哎唷 我現在講 那他坐不坐車子 車子也有 他說 那個公車失事的機會 比較低 而且 那剛好後來有 公車火燒車 我就不好意思再跟他討論下去 因為他非常的認真 用這個數字來跟我討論 我說 嗯 那 那妳要不要去找 詹維忠算一下紫維斗數 妳應該怎麼樣走會比較好 他命盤有問題 以他來講的話 他是很認真 有一種就像剛剛那個是討人厭的 他不會讓人家討人厭 但是很認真地表達他的想法 所以我只能默默地祝福他在台北市玩得很愉快 那第二個 荷爾蒙 我還是鼓勵他給他一個建議 其實非藥物類的也有 就是他害怕用藥 也有非藥物類的選擇 表現沒有藥物那麼好 可是也可以試試 所以還是跟他溝通一下 不過如果我們預期的 他果然在一兩次以後就沒有再來 因為他又查到文獻 植物性荷爾蒙 可能也有他的缺點 對 所以我們只要尊重這種有智慧 跟堅持自我主張的女性 來 博程醫師 對 其實有些人就是會這樣子 就是覺得自己比較完美一點的話 然後就會比下別人 或者是說希望別人 給他一些讚許的一個狀況 那也不允許自己 有一些任何缺陷的一個情形 可能就會這樣子 想辦法把旁邊的人壓低 這樣子一個情況會出現 對 就自我感覺良好 提升自己 貶低別人的方法 對 這些人 這部分就要特別去注意一下 我在門桌面遇到類似像這樣 可是這個不是女的 是男的 很誇張的部分是他走進來的時候 他跟我講說 你是加一顆 所以你是會做健檢的部分嗎 我就說 可以啊 那我能夠幫你做什麼樣的檢查 他說 陳醫師 我只要你幫我證明說 然後我就講說 你要我證明 你沒有三高的問題 那難道你現在有三高的問題嗎 然後我就說 那你現在是什麼樣子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就查他的電腦 現在你知道電腦全部都連線了 什麼都可以看得到 然後我就查進去 就是說 的確啊 有開血糖藥 有開血脂藥 有開血壓藥 然後有給他做抽血 然後那個血呢 就會覺得說 你應該都沒在吃藥 因為怎麼會吃這樣子藥 然後你的報告還是這麼的差 然後所以應該是 你不承認你自己有疾病 然後拿了藥之後 然後就沒有在吃藥的這個部分 我看了這個報告之後 我的第一個反應會是這樣子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好 那你為什麼會覺得說 你沒有三高呢 因為我看到其他的醫師 不同的醫院 不同的檢查跟不同的開藥 都認定你有這個問題 那你怎麼會認定說 你沒有這個問題 要去做這樣 叫我幫你做證明這一塊 他說 我就是隔壁的 有一個中醫師 他說我很健壯 然後呢 他覺得我沒有病 那我因為沒有病 我要證實給我家人說 我就是沒有病 你不要強迫我要去做這個部分的一個治療 我就說 沒有問題啦 我知道他們會有這一部分 但我們稀有問診 也有理學檢查 但我覺得沒辦法從把脈 跟你的面相裡面去看出來 你有沒有血糖高 或血脂高 不妨看他的手相 對 你說我沒有辦法去 我沒有辦法用這樣子的方法 去評估你的血糖有多高的一個狀況 那我可能就變成說 要幫你做一個抽血 我們用依賴儀器 然後他就說儀器 你知道你們的西醫的儀器 一定是有問題 有陰謀論 為什麼啦 因為每個人抽出來都有問題 不然台灣怎麼會那麼多三高的人 就抽出來就血糖都是高的 大家血糖都是高的 量出來每個人血壓都很高 血脂每個人測出來都很高 所以你們那個儀器是不是特別是 動過手腳 對 都動過手腳 就讓每個人來都是有病的 然後我想說那你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會不會是因為你三高的問題 導致你腦部已經中風了 已經出現那種血管性失智了 然後有那種被害妄想的一個可能性 是不是 對 這個都是心裡已出問題 不討喜這種人 對 就是不討喜 這個也沒辦法 來 討人厭 第二個討人厭就是 你怎麼直接講討人厭 討人厭 他就說 就是他 他這麼年輕美照 你聽這種人是噩夢 是討人厭 很多中年人都這樣子 好可怕哦 對 無病呻吟我最會 嗯哼 咪咪 周遭其實也是會有類似這樣的 真的啊 因為像我們之前就前任就會流行就是出 就是大家一起去運動 然後就是大家就姐妹就報名參加什麼皮拉提斯 那就相約 因為就是大概就家長們可能就會有 可能大概十個 因為有時候老師開課他會有限人數嘛 然後我們大家就 就是揪一揪十位這樣 因為那個大家也很搶 那行老師來那個上課 然後但是其中有一個朋友啊 他其實就是 一開始去個一天兩天就發現 他怎麼到就是開始說 我那個我今天家裡寵物有問題 我要大家去看醫生 然後後來又說 就沒就是大家就是想說 怎麼又沒有來上課 就是大概十次裡面大概有七次 就是常會有一些藉口說一下要接小孩 或是誰誰誰又怎麼樣他要處理啊 然後他老公又要叫他幹嘛什麼的 那就變成他就沒有去 可是因為大家是一個團體 就是會有很多 就是有些人就會有開始講說 這樣子他沒來 我們就要幫他分享他的那個課費用 因為大家這是講好的 因為可能我們是三個月一寄嘛 那可能大家就是都是 學費可能是比較一次就可能一萬塊兩萬塊這樣子 那大家就會覺得說 這樣子都要cover他的那個費用 可是又有很多其他的人 家長想要進來一起上這個課 但是真的後來有一次那個主揪人 就真的覺得說你真的來的頻率太少了 而且真的就是很多人都要cover你的費用 覺得很不划算 當初就是因為大家可以分享 然後覺得這樣子運動不起來 大家比較放鬆沒有壓力這樣 然後大家就直接說 那你乾脆就不要來了 就大家就主揪人就直接很生氣 就把他就是踢出去 如果真的臨時有事 真的無法出席 可是人家已經算你一個人頭 我就會說 我的份我還是先給你 那如果你找到人替補的話 那你再還我沒有關係 沒有也沒有關係 我就去 我還是出這樣子 他有一種更沒禮貌的就是說 沈哥 下禮拜六來你們家玩 好 我就告訴我老婆 那再怎麼樣 你總是也一直要張羅東 張羅西 煮點菜幹嘛的 他臨時跟你說不來就不來 然後你問他為什麼沒來 那個應該沒關係吧 因為 這種人很奇怪 就這個人很沒禮貌這種人 我老婆起早 老婆告訴我說 下次不要再約他了 對 忙東忙西 下次他要來也就不給他來 謝謝 拒絕往來 對啊 我老婆在那邊洗水果 然後在那邊弄水餃 搞東西的 可是他這樣講也沒錯 那是他的用詞不好 他如果是委婉的就講說 很抱歉 每天 可能我真的氣的是 他連藉口都不編 對 他起碼說他 起碼說他社務腺肥大 我都信 你知道暗指 暗指是那個學了 他就說他不來 所以怎麼樣 也應該送個什麼蛋糕 花什麼 謝謝你們 這種私裡的人 還真的到處都是 不分年齡的 不是只有小孩才會這樣 老人也是會這樣 這是一種很奇怪的白目 海苔熊 不信仁仁海苔熊 是不是很多人就是這樣 這兩種人 我們在心理學上 都會有一個名詞 說他是想要尋求注意 就希望你注意我 他說 這個注意是不好注意嗎 因為我就會討厭你 大家不要一直以為 關心就只有一種 我討厭你 我是不是真的看你 他需要你的矚目 我討厭你也要關注你 才會討厭 對 沒錯 所以還有一個更高深莫測 大家如果可以聽懂就聽懂 聽不懂就算 高深一點的就是說 我想要藉由做這件事情 然後你們應該要很討厭我 對不對 對 那如果你們沒有討厭我的話 那就表示你們也可以 接受這樣的我 是真愛 他是一個很複雜高階的操作 理想你要注意聽 因為他最近 遇到一些人機的糾紛 對 我最近有 有一些這個狀況 你們要證明就算我這麼爛 你們還是離不開我 你們還是需要我 那他是要測試 我們的底線的意思是嗎 對 沒錯 就是測試 為什麼別人都可以 別人都不行 別人抓到去 去誰誰家 然後說要去趙哥家 說要去誰家 我都一定要到 我跟你講 玉琳哥家 我說要去 我可以不去 很像 對 有一種人他們還會說 這個是叫 我在做我自己 對 我為什麼不能做我自己 到處跟人家炫耀 你們知道嗎 世界上只有玉琳哥的家 我敢說不去就不去 對 所以你們有發現 他獲得了 有什麼了不起 對 就是除了那個水果 蛋糕 更重要的東西 我有遇過一對情侶 那個男生是 這一對男的女朋友 男生是我一個 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 有一天他就是 半夜打 差不多12點多快 1點 然後就走中午晚 他說兄弟出來喝 然後我就出去了 他說 他就 一坐下來就 就是兩手抬皮 一直喝 他說喝 我說你到底是 為什麼要一直喝 他說 就我女朋友 我要花時間照顧他 我就說 你這個人 女朋友不是要照顧的嗎 不然是怎樣的 他說不是 他有點誇張 我說有什麼誇張 因為那一陣子 他女朋友剛好確診 但他確診之後 他時時刻刻都要 我那個朋友 送餐去給他 那這可以理解 因為他要出去 要買東西這樣會 不能出門 沒有很麻煩 結果這樣子 一送 那就習慣了 他確診卻滿久的 然後後來才 而且他不是送去而已 他那個是病毒鬼上身 對 不是送去而已 他送去之後 還會跟他說 幫我拿上來 然後幫我拿上來之後 還會說 那你要幫我拿到桌上 筷子呢 那沒有湯匙嗎 我要怎麼吃 他 那女朋友也是有手有腳 我想要做這件事 他就是想測試看看說 你是不是可以這樣 你是不是愛我 你可不可以這樣對我 然後時不時就會覺得 這裡痛那裡痛 而且那女朋友也是真的 他不是無病 他可能真的 他真的很真的有病 他認為他自己有病 他可能真的有病 我們可能還沒有檢查出什麼病 所以或許兩位陳醫師可以知道 他就是 我們常常出去的時候 他其實很喜歡跟他男友 溺在一起 那個女生 然後我們一群人 可能有時候聊天 就會跟他男友一起聊天 然後我們在那邊喝酒 什麼之類 然後那一個女生就被晾在那裡 所以他就 是真的昏倒 真的昏倒還是把自己 是送急診那種 確定了一下 不是演的昏倒 是真的昏倒 真的昏倒 就是把自己氣到昏倒 去急診 一定醫師就會各種 排檢查 到最後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 他也是真的昏倒 有時候可能就打營養針 有時候躺著休息 所以我覺得有些時候 我們會說一個人無病呻吟 他不一定真的無病 而是 他可能有一些身心的狀況 是他自己也不清楚的 然後他 他可能在這個狀況當中 他也自己很困擾 或是他 其實我們在診間也看過 很多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就很多的長輩的話 他就會 為了要小朋友能夠關注到他 他可能量到一個血壓高 他就趕快跟家人講說 我血壓高 我快要死 你趕快回來看我 對 很多長輩 對 很多都這樣子 因為你都不回來看我 那最主要的部分 他是要有一個掌控 他可能自己本身已經失控 或者是自己夠自卑 沒辦法掌控事情 他覺得唯一的方法 在他的人生裡面 他可以掌控誰 如果你真的愛我的話 我就要能夠掌控你的一個部分 所以這個部分有一點 會有一點像恐怖情人的出現 但很多的長輩是 就是我失去了關愛 所以我想辦法用一種方法 讓你覺得說我身體出了問題 你趕快來關心我 有些並不是說他真正的昏倒 有些是比如說他 換氣過多的時候 你也會檢查不過多 換氣過多 症漏菌也會昏倒 手麻 沒有力的一個狀況 所以他只要做一件事 他只要憋氣 憋夠久的話 他就會昏倒了 對 有時候我們大便他用力 他就會做這樣子的動作 大便用力 對 真的 真的喔 家裡面還沒人 好危險 我在醒過來的時候 我已經過三個小時 你有這樣子昏倒過嗎 很用力 我記得還要出門 這是真的 但大家不要 已經胡說了 你聽到胡說八道 你問柏晨一隻 大便用力是不是也會昏倒 大便不只會昏倒以外 它還有可能會讓你 所以腦部開過刀的人 我們一定會開軟便劑 千萬不能便祕 尤其是腦部有血管瘤 或有血管問題的腦部的話 我們一定會給你開穴劑 那我們要跟阿本講 真的 他吃軟便要 因為阿本說他有血管瘤 對 有血管瘤 阿本不在現場 你先不要操心他 對 因為剛剛所有的故事 真的是 每次看玉琳哥在講 很扯對不對 他都是有學術背景 有學術背景 對 真的 你好厲害 你怎麼會有學術背景 故事雖扯 但是是有 醫學不根據 我用誇張的掩飾 在傳遞 真實生活是我們的身體 有一個叫交感神經 一個叫負交感神經 交感神經會讓你血壓上升 充滿能量 要去戰鬥 那另外一個叫負交感神經 負交感神經受到刺激的時候 血壓會下降 人會冷靜一點點 那什麼時候會呢 包含大便的時候 我們腸胃的刺激 有人胃不舒服 都會使得 他不是胃痛痛要昏倒 是負交感神經 升高了 所以血壓下降了 就昏倒 那可能玉 這個就很像以前 金鐘道 鐵布山 有個罩門 一點就那個 玉琳哥的罩門就是他的肛門 他的身體 很痛的時候 他血壓就這樣昏倒 我的罩門就在肛門 對 我金剛不壞 你從各個部位攻擊我 都打不倒我 只有一個東西 你如果這樣 我就倒了 所以我最怕被敗觀音 我要平衡報導 就是除了玉琳哥的菊花之外 其實像女生的子宮頸 也是類似這樣 我們曾經也有子宮頸受到刺激 他副交感神經上升 也會同樣的情形 所以曾經有做完抹片 站起來還好 一會兒就暈了就倒了 太緊張了 也是有 所以 不是他的子宮頸特別敏感 是他的副交感神經 比較敏感 不過我回到無病聲音 其實有時候 就是這種人不要跟他有過多的互動 你可以看拆台王這三個字 他正在拆的時候 他就可以站上舞台 很像你要仔細聽 他就是正對你在講的 所以下一次 不管你們是誰 被別人討厭 你就要告訴自己說 我真棒 我被別人討厭 真的要有被討厭的勇氣 有 沒錯 沒錯 我發現海苔想從心理學的角度來分析 好像比從醫學的角度來 比我們聽得進去 都有不一樣的學識 你現在是在拆台嗎 等一下 記得要訂閱 開啟小鈴鐺 支持十一點熱炒店的YouTube頻道 不過我回到無病聲音 其實有時候 每次的聲音呢 不是聲音 好 好,無病聲音到底會不會有 其實有時候人家是認真的 認為他有病 這叫環境因素的影響 我曾經有一個病人進來說 陳醫師 我這邊 壓也會痛嗎 對,壓就會痛 那你知道我們 我們很多這種病人來 就是想求證他有沒有病 我就只問一個問題 那你不壓會不會痛 不壓當然不會痛 那我的答案就是 不會痛 我是真的講句 覺得很扯 我真的是很認真感 你可不可以不要壓 這個也是我分手的 我想了就難過 那你可以不要想 當然我們不能要付錢 因為必須掛號費還是要收 我就委婉說 那你為什麼要一直壓 陳醫師我跟妳講 我第一個想法是說 妳是不是身邊有人生病 陳醫師妳怎麼會知道 我一個好朋友 妳看我才四十歲 我一個好朋友 那我們最後去看他的時候 他就說 就是半年前一年前 他就是 這邊一直痛 他都覺得沒關係 他去看醫生醫生 有時候在觀察 所以他一直叫所有人 都沒事要壓一壓 他回來就一直壓 一直壓一直壓 越壓越痛 我說好妳擔心這個 我們就做個超音波一看 我說裡面好得不得了 唯一的傷痕在哪裡 因為他一直壓指甲又長 所以那邊有個指甲印在那個裡 那我看完以後我就跟他說 請妳不要再壓 裡面真的沒有 真的沒有嗎 可是陳醫師 但是人家說癌症會轉移 我委婉地說 你知道轉移這種事情 是同一個人 不同器官轉到自己的不同器官 叫轉移嗎 他當作傳染 對 妳怎麼知道 因為她的轉移 他說那不會轉移 那會傳染嗎 答案是會不會傳染 這個基於教學常識 我們還是要提供給大家 要講 有些癌症還是會有傳染的發生性 我們都一直認為癌症不會傳染的 沒有 幾種癌 因為它跟病毒感染是有關 像我們子宮頸癌 它是跟人類乳酥瘤病毒有關的 HPV 所以它其實的感染是會傳染 但是不會說 比如說他有 今天來碰我就有 不太一樣 不會說林鄉哈啾 我被傳染子宮頸癌了 如 子宮頸癌 哈啾 其實會 會 其實會 不是 你要看哪一種病算 鼻炎癌 會 鼻炎癌如果你 BV病毒 哈啾會 BV空氣傳染會 趙哥他全會 怎麼會這樣子 沒道理 所以有三種癌 我剛剛就要講 一個是子宮頸癌 第一個叫肝癌 肝癌是傳染 但是血液傳染 因為它跟B B型病毒有關 第三個就是鼻炎癌 因為鼻炎癌跟EBV有關 EBV這種病毒是會傳染 這三種 某個程度我們認為是跟病毒有關的 是會傳染的癌症 其他不能傳染 你是那天陪他來看病嗎 我怎麼沒看到你 你怎麼知道他講 會傳染這個事情 沒有 我猜的 我跟你講 我就是看 你看看網路文章 還是有一點幫助 就是人類乳突病毒的 這個 HPV 癌症對不對 其實我雖然我15歲了 一般打那個疫苗 大概就35到45 我拖著老麥的身軀 我硬是說 我要打人類乳突病毒 那個醫生說 讚 你有嘗試 因為一般的人認為 那是女生才要打的 可是男生驗不出來 人類乳突病毒 不好驗 但是要驗也可以驗 但他不精準 但是如果打疫苗 這件事沒錯吧 玉琳哥是適合的 因為在男生打 除了防菜花 第二個 玉琳哥的罩門 你是適合的 的罩門 肛門癌是可以預防的 所以對你是有幫助的 還有男性的龜頭癌 口菸癌 這幾個是可以有效感減少的 趕快去打 因為不貴吧 打這個 1秒 但是 3劑嗎 3劑要打3劑 那打3劑 第一劑 隔兩個月打第二劑 然後再隔4個月打第三劑 那應該沒問題 026 沒有錯 對啊 那個沒多少錢 OK 你負擔得起 對 如果是青少年 15歲到18歲之前的話 打2劑就可以 因為你比較年輕 年輕人就不一樣 這15歲以下的女生對不對 男生 女生都是一樣 都是2劑 要15歲之前 對 妳知道那個 那個 咽喉癌 也是人類乳突病毒 那傳染途徑是什麼 像妳有一些不當的習慣 不講不當妳有沒有 太恩愛啦 如果 女性性伴侶 那邊有那個病毒 那妳不是喜歡XX嗎 妳就 妳就 神明是死啦 XX這個XX的窩 這是什麼 神醫師 我只是用誇張的言字 把它講醫學的道理 所以不會要黏膜 對黏膜才有啦 沒有 但是 其實在美國的那個 有名的藝人 叫做麥克達克拉斯 他就是在對外 就是這樣子宣稱 因為他的老婆的部分 他喜歡這樣子做 所以才得到了 口腔跟咽喉癌 所以他呼籲大家 男生也要去做 這個真的是有這樣子 他不是呼籲大家不要XXX 他就呼籲說 如果你真的怕這個部分 他研究部分也是發現 口腔跟咽喉相關的癌 跟HPV也是有相關的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也要稍微去注意一下 那的確是美國的藝人 麥克達克拉斯 出來去講 反正打一秒 真的沒多少錢 去哪裡打 家醫科 國城醫師也有 都有 保仁醫師也有 對啊 婦產科 家醫科 泌尿科 甚至小兒科 小兒科 OK 來 第三條 來 拆台是我的樂趣 像有一陣子不是都會 流行直播帶貨嗎 有一次我在直播的時候 剛好 這個拆台王 討厭鬼的朋友 他就上來看我直播 那一支產品 我記得是在講洗頭髮 洗完之後 頭髮會很膨 很豐盈 我就示範一下 洗完頭之後 頭髮很飄逸這樣 然後我這個朋友 他竟然打字 就直接打上來說 我跟他是朋友 我跟又欣是朋友 他私底下本人的頭髮 是非常地塌的 妳講飄逸他就講塌 而且妳是在工作吧 因為那個直播是 直播當下 對 他那個留言是所有消費者 都看得到的嗎 都看得到 他說我本人是頭髮很塌 不幸的話 你可以讓他靠近鏡頭一點 讓大家看 然後他還有一個外號 我們私底下大家都笑他是 為什麼 妳有外號叫做耳康 我不是 我是指揮 耳頭很高 因為他就覺得說我的耳頭 他會這樣 耳康 像我阿哥是因為 我的耳頭比較高 然後他又寫說 我的髮際線是往上面的 但是玉琳哥 越看越像耳康 你們評評你 你們覺得我這樣子髮際線 有很高 耳頭有很高嗎 妳眼清朝人不用弄髮型 滿飽滿的 飽滿 對 然後我主要是我很尷尬 是因為我當下我的廠商也在上面 然後接下來我就說 我就轉移一下話題之後 我就說 這個洗起來之後 妳的髮根 為什麼 會比較看起來會比較多的頭髮 因為會膨膨的 我就跟大家這樣子講完之後 他竟然就說 再靠近鏡頭一點 再靠近鏡頭一點 為什麼 因為 因為他有 好壞 完全猜妳的台 對 完全不留餘地 他自以為幽默 有的人他會覺得說 他好像在跟你開玩笑 但是你的玩笑我覺得一點都不好笑 不好笑 影響到我了 然後只要後來有這一個朋友 他只要上了直播 我就 他怎麼會有這種人 他是不是來拆台的 他就斷我才路 怎麼會有這種人 所以我會故意的 我跟妳講 見不得妳好 斷人家才路 他斷我才路的時候 我很想斷他手腳 妳知道 妳斷他腳筋 趙哥 重人要怎麼辦 沒有 這種人就封鎖了 就沒什麼好講 因為他 他根本就不是在幫妳 他個人 看妳洋相 看妳出洋相 我覺得又欣跟趙哥講的其實是對 就是這種人 不要跟他有過多的互動 交流 你可以看拆台王這三個字 首先妳要站在台上 然後他要拆妳的台 對 妳得要拆給人家拆 一定要有一個台 然後他一定是寄予妳的台 然後他拆了之後 他拆了之後 我們如果現在 如果我們現在在錄影 然後有一個人突然在那邊拆拆 大家一定都看他 他正在拆的時候 林湘妳要仔細聽 他就是針對妳在講的 就是如果林湘妳有一些人 就是喜歡拆妳身邊的一些台 那他其實是在妳身上看到 他非常渴望的東西 妳有台 他把妳拆掉了 他自己嫉妒妳 打起來 他自己站上去 所以我們會說 是 真的 因為我覺得自己不好 所以才需要去拆妳的 那當我把妳的拆掉 妳就跟我是一樣 所以下一次 不管你們是誰 被別人討厭 妳就要告訴自己說 我真棒 我被別人討厭 真的 要有被討厭的勇氣 沒有 沒錯 沒錯 我發現海苔熊 從心理學的角度來分析 好像比從醫學的角度來 比我們聽得進去 都有不一樣的形式 妳所以現在是在拆台嗎 有一個遠方機器 對我其實滿好奇的 我最近這兩年交了女朋友 不得了 他說妳這個要帶回來 大家看一下 我說沒有 這沒有什麼好看的 那沒關係 妳不給我看 妳手機給我看一下 妳手機給我看一下 裡面應該有照片吧 我就沒講沒有 那她就說 怎麼可能這樣子 那沒關係 她有沒有FB 還是IG我們看一下 我說我沒有啊 就沒有啊 那沒關係 妳就有她電話吧 妳現在打給她 我們來聊一聊 對 總不能沒電話吧 妳就像是我那個親戚 妳就是那個人 妳就是那個人 妳就有那種人 他會演像三公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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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點熱炒店 我們來看第四條的討厭鬼 第四條就是 打破砂鍋問到底 沒有理會 我覺得有些人 他就是很沒有在關注別人 明銳度 對 他沒有看人家的臉色 或者是人家可能已經有點不舒服 也就是前陣子發生了 就是我有一個女生朋友 其實嫁得挺好的 說真的 老公也很疼她這樣子 但是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 談戀愛都很好 結了婚 夫妻就關係不太好 婆媳關係也不太好 反正就是 整個狀況不太好 那因為我跟她關係很親嘛 所以她常常就會跟我講 那我總是覺得夫妻就這樣嘛 有些人吵吵吵 人家也沒怎麼樣 所以那我們當然也就只能聽這樣子 也聽了好一陣子 有一天她突然跟我說 她就這樣講那 因為我前面已經聽很多故事了對不對 所以那我也不好在問什麼 我就說 好 那就這樣 她說那妳不要跟別人講 就是她想要 不想要大家太關注 我說好 那我也都沒講 我們本來就有一群聚會的人嘛 然後我跟你說 聚會裡面就是有這種人 因為我這個朋友 其實平常算是蠻健談的 這個離婚的朋友平常算蠻健談的 但那天大家固定聚會去的時候 她就是心情不好嘛 所以她就是 感覺人比較文靜 那也沒有什麼奇怪的 連我跟她那麼親 我也沒有覺得有什麼奇怪的 突然呢 我們就有一個朋友 就走過來就 就對我這個貴婦朋友這樣 就是太太 她就說 欸 老闆娘 我有一個很好的朋友 很想去老公公司上班 幫我喬一下 妳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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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我喬一下這樣 但我就心裡想說 怎麼這麼時候突然要講這個 然後這個我這個朋友 離婚的朋友就說 我沒辦法 他說我沒辦法 他說那個事情我沒有在管 就是說公事我 公事我都沒有在管 然後我這個朋友就說 妳當然不用管 以妳的身分跟地位 我們這個根本不用走正常的管道 妳等一下回家的時候 衣服穿少一點 躺在妳老公旁邊說兩句 我朋友就可以去上班了這樣 然後我就心裡想說 衣服還要穿少一點 對 我跟妳說 因為我這個朋友 妳已經感覺到他有一點就是 尷尬 尷尬 而且是很明顯 非常明顯 然後我就說 不要這樣子 大家出來吃飯 那個工作室 現在是週末 我們平常日再來講 他說不是啊 平常日也不會遇到啊 一定要現在講啊這樣子 然後他就問我 突然問我那個朋友說 妳為什麼女生那麼難看 妳怎麼了嗎這樣 然後妳 妳們父親有問題嗎 妳平常話沒有那麼少 妳怎麼了嗎 妳有什麼事要講喔 大家都那麼好 是不是 然後所有人 妳知道 就是大家真的很愛抽熱鬧 所有人就抽過來說 好像真的喔 妳還好嗎 妳怎麼了 今天怎麼比較文靜 怎麼 我想說這些人真的是有病 真的是有病 然後這個女生突然站起來說 反正妳幫我喬啦 需不需要資料 如果要資料 我做一份資料給妳 妳帶回去比較容易 好不好 給妳 好堅持喔 我跟妳說 搞了很久 我這個女生朋友 我就離婚朋友突然站起來 她就說怎麼樣 妳到底還想講什麼 我就離婚了 我怎麼樣 然後 她就走了 她就走出我們的包廂了 她在走出包廂的時候 我們所有人都傻眼 就 這個 尷尬啊 然後我跟你說白目的人 這個時候突然回頭看著我說 她有事妳怎麼沒講 妳要講啊 太怪妳了 這個事情一直就是這樣 我就真的覺得說 那個空氣都已經那麼凝結了 妳就不能 大家都已經轉移話題 轉到就是不同方向去 有的人很堅持 妳不管轉一轉到外太空 她還是給妳 她要轉回到自己身上 拉回妳 對 轉回到自己身上 OK 來 趙哥 對 我有一個 遠方七七對我其實滿好奇的 應該是說我當藝人以後 她就對我這個演藝圈就很好奇 這天做幕後她是完全不理的啦 她也不認為這個演藝圈有什麼那個 是因為到了目前以後 然後難免會有一些新聞的事件啊 什麼的 她多多少少會旁敲撤擊啊 去來了解 那我們有會 我們大概就只有過年的時候才見到面 我記得那時候我剛結婚的時候 她很驚訝 她說欸 怎麼沒有請客啊 因為我結婚那時候沒請 我說不用啊 我本來就很低調的人 我也不認為有什麼好情的 而且男女雙方都說好的話 就不需要那個 要請客啊 那麼多人 家裡那麼多親戚長輩什麼的 都沒見過啊 一定要怎麼樣怎麼樣 我說沒關係 既然沒有就沒有嘛 沒關係 大概 我大概結婚六年以後 後來我離婚了 這個時候她有話說 看一下 或許今天這個如果不好 就當初就不要結 對不對 你這樣子是不是在你的人生紀錄上 就有一個XX 跟什麼XX 怎麼講這種話 我心裡想 因為她是長輩 比較老了 老派思想 比較老派思想 那我就沒有說太多 我想說沒關係 離婚就離了 其實離了也沒什麼 好這個 那我最近這兩年交了女朋友 不得了了 她又要好奇了 對 她說你這個要帶回來大家看一下 我說沒有啦 這沒有什麼好看的 我說之前結婚的都沒有在看的話 我說這個又何必呢 而且還有一點 看了對你們有什麼幫助 對不對 就不需要 你知道嗎 然後她就 咬死我 就是說 那沒關係 你不給我看 很強耶 直接給我來這一招 我說沒有 那她就說 怎麼可能 你們那個報紙寫得那麼恩愛的 那麼在一起 怎麼可能會沒有照片可以看 我說沒有啦 我就不喜歡拍照 我就這樣講說 我不喜歡我的那個 手機裡面拍一些有的沒的照片 這樣子喔 那沒關係 把FB還是IG我們看一下啊 看她長什麼樣啊 平常有沒有什麼生活的方式 我們幫你看一看 研究一下這個女生 是比較溫柔型的 還是活潑好動的啊什麼的 講成這樣子 我說不要鬧這些事情啦 我就是沒有啦 所以你還是不給她 就不給她 我說沒有啊 就沒有啊 沒有 她沒FB也沒IG這樣子 我當然這樣講 她當然不相信嘛 她說怎麼可能年輕人會沒有 沒有FB跟IG 你就擺明就是不給她嘛 所以她就咬死 咬死我都不放說 那沒關係 都不要看 看那個我們也不見得看得懂 你只有她電話吧 你現在打給她 我們來聊一聊 對 總不能沒電話吧 對 難道你還要咬牙硬講 沒有 沒有這樣講 她沒手機 我看她這樣講真的 因為我這個經濟 她論輩分是比我大 但是她跟我年紀差不多 她管什麼閒事幹嘛 所以我就在桌上 啪一下 笑一笑 我站起來 就往廁所方向走 這個已經是給她 你給她面子囉 夠大的面子囉 我只是拍一下桌子 沒有很生氣 但笑一笑 我就往廁所走 我就想要說 就不想再 尿頓了 對 尿頓了 就不想再給她那個 要不然我跟你講 她一直這樣子搞下去 我如果再不想個辦法走的話 我今天坐到那邊就難了 為什麼 因為旁邊周遭都是親戚坐著在看 看這個局 最後要怎麼解 OK 所以就拍桌走 對 只要拍一個桌子 讓其他人知道 不要再鬧了 然後你一走她開始跟親戚 妳看吧 妳看吧 她就是這樣 那個女兒一定是有問題 妳不要給我 妳就這樣是我那個親戚 妳就是那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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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煙燙鬼 對 這是什麼一顆問題 這是什麼毛病 不過我覺得打過砂鍋問到底 因為我們看到的是病人 病人的形象的風格 跟這個不太一樣 我分享一個 我印象非常深刻 她是一個初期懷孕的夫妻走進來 那女生 產婦是乖乖的 沒什麼特別 檢查沒特別 我們解釋一下 就要先生突然冷冷地問一句 那 她 有沒有平血 一點點 因為懷孕初期本來驗起來 就會略為平血 那她鐵要吃多少 我說鐵 妳這個還好 沒有什麼特別 我們飲食補充就可以了 她就說 那妳覺得要補多少 我說 我要背給妳聽嗎 那我說好 那初期大概就是 我們總是有背幾個數字 妳也很好配合耶 幹嘛還真的背給她聽 陳醫師那邊收費很貴的 當然要背一下 那還是應該的 對啊 我們沒有很貴 我們掛要費貴100塊而已 然後我就說 其實初期大概27毫克 到後面的話45 妳現在初期 真的要補27 突然又冒了一句 妳們醫生都這樣子 都隨便講一講 營養師比較厲害 營養師講的 都告訴我怎麼吃 我說 這時候其實我當然 也要展現一下學問 其實呢 妳知道我們鐵的吸收 效果不是很好 食物會比較好 她臉色又有點難看 我就說 可是最重要的是 妳 不吃 她不想要補鐵劑 她告訴我 怎麼樣從食物補充 我說 食物有點難處 在於食物的噴調方式不一樣 妳難道可以知道 妳老婆一天會吃多少肉 或者是什麼嗎 她很認真地跟我想說 當然 妳知道嗎 她打破砂鍋問到底 我也想打破砂鍋問到底 當然 什麼當然呢 妳難道自己租給她吃 O.F.C 結果呢 結果她就說 當然 因為我太太的食物 我都親自處理 因為這是我寶貝兒子 我心裡就在想說 才11週 妳怎麼知道是兒子 反正人家期待這麼多 好 那妳難道知道她肉有多少嗎 因為妳要這樣秤的話 我27號客 妳鐵 那個肉要特別有什麼 肉等等等等之類 她說我都有看標章 她的肉我都切好 算好重量 她裡面有鐵質 大概含多少 好認真 一喊 於是我就知道 我不能再打破砂鍋問到底 對 那我就沒有講說 妳講得真是滿有道理的 妳這麼認真注意 妳小孩的健康狀況一定會很好 她說妳們的系統是這樣 妳醫生沒學問 那我說好 那我請營養師來跟你聊一聊 然後我回去了 妳不練戰了 不能再跟他糾纏了 對 但是其實我還在問 妳會被他問倒 其實快了 現在這種人滿多的 就是網路醫學文章很多 對 大家讀過幾篇 每個人人都是專家的 你也是醫生 沈醫生 但是我是紮紮實實學 對 你是有醫學 我不是跟你講過嗎 知識 我那時候大學領考 我差一分沒有上台在醫學院 我才去念四星的 胡說八道 差一分 差那麼多 我們是先跟台大也差太遠了吧 我不能 我不能只填兩個自願 現在的人 我們不一定要是最受歡迎的 但是我們也不要去變成人家 討厭的人 嫌棄的人 所以這個做人是最難的 今天聽了很有共鳴 就是他們講個栩栩如生 就是彷彿我們身邊 就是都有這樣的人 是 也希望現在看電視人 如果你是這樣的人 就不要讓自己變成這樣的人 是 大家 好自為之 因為 You are not alone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